民眾進行聚集同時所有的人通通坐在地上 不過在立法院的外圍也就是中山南路的沿線 其實在圍牆外面已經出現一些肅殺氣氛了 因為就在幾分鐘之前 其實有上百名的鎮暴警察全副武裝 已經在立法院中山南路的圍牆外面來進行待命 根據目前的初步了解 警方會在十點鐘開始來進行柔性的勸離 但是如果說民眾願意走的話當然是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說大家不願意離開的話 那麼很有可能最慢最慢 會在今天的凌晨一點鐘進行強制驅離 我們先來看看目前警方的戒備狀況 好 今天晚上的圍警 目前根據我們的記者初步了解 現在已經有160多名的圍警到場來戒備了 那麼恐怕在稍後會增加到300到400位以上 那麼根據目前初步的瞭解 除了在立法院外圍警力已經開始集結之外 在立法院的大院議場這邊正門口的圍警 同樣也從下午開始戒備到現在了 那麼今天預計最慢最慢的驅離的話 會在凌晨的一點鐘 不過稍早其實警方私底下 我們也去了解了一下 那麼警方說如果說現場的人數 如果說外圍的人數不夠多的話 那麼警方很有可能會提前來進行排離 所謂的排離也就是強制驅離 直接把人給抬離現場 不過稍早呢 占領立法院廣場這邊的台獨團體呢 包括了公投護台灣聯盟的召集人 蔡丁貴 蔡教授 他也特別向所有的群眾來進行勤前教育 宣布了今天晚間對抗震報警察的戰術 我們聽聽看這段稍早訪問 我們的戰術就是揮暴力抗爭 柔性抗爭 第一個第一步做 就是邀請所有晚上要過夜的 所有鄉親如老年輕學生朋友 大家坐在地上 做到讓證報警察沒有辦法 從四個通道進來 前面有三個人 後面有一個人 只要我們這些過多 他沒有辦法移動 對不對 這是戰術的第一步 第二步 就是他要進來的時候 我們的糾察隊 可以再倒閉把他倒起來 至少可以投贏時間 我們 如果說依照公投盟最新的叫戰指令的話 那麼今天晚上警方的強制驅離 就目前的現況來看 恐怕是無法避免了 雖然說公投盟希望所有的民眾 坐滿整個立院的廣場 讓警方進不來 同時也會請糾察隊 把所有的出入口都給擋住 來拖延時間 不過目前的警力已經開始來進行集結了 那麼民眾的力量到底能不能擋住 證報警察呢 那麼基本上其實 公投盟這邊呢 也有一些思考了 他們認為說今天晚上的是一場非暴力的柔性抵抗 大家全部要躺在地上讓警察抬走 不過呢 稍早也做了一個最新的定調 今天晚上的這場抗議 是對馬政府獨裁的一場戰爭 目前共投盟將這場抗議行動呢 定位成了戰爭 同時呢也呼籲 所有的民眾 就算在今天晚間或者是明天凌晨 被強制驅递被抬走 也請大家呢 就算被帶到警察局去偵訊的話 也請在偵訊完不出警察局之後 立刻返回立法院 立法院的這個廣場這邊呢 還有中山南路的正門 這邊二十四小時 務必都要有人來進行長期抗戰 長期的抗爭 這是目前在立法院這邊的最新情況 我們